第十九章 隔天李平特地的店修 和周天琪施仲昆出门才买东西 李瑞颖做了饼干 与诗文琪享受悠闲的时光 从诗文琪的口中得知 五百年前 红旭是被清玄杀死 他们两人之间 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丑 至于什么丑 雪魄不肯讲 然后清玄查到 女鬼是第一个在那棵树 上吊自杀的人 从她之后 就开始陆续有人自杀 李瑞颖不懂 女鬼为什么要帮红旭 害死那么多人 摄文琪说 女鬼已经被吃掉 是什么原因 也查不到 也许她和红旭 做过什么协议吧 才会帮助那该死的花妖 不过到最后 却被自己信任的人害死 也算是她的报应了 李瑞颖想起电影不是演 人死后不是能站在一面镜子前 看见自己生前做过什么事情 摄文琪说 那是虐尽台 可女鬼的红破没了 要怎么看 李瑞颖觉得很可惜 这样事情就不能算真相大白 摄文琪却亦有所知 说有些事情 倒不必太较真 也许不清不楚 才是最好的结局 李瑞颖说 这话太深奥 是什么意思 摄文琪说 没有啦 也是书上写的 她也不太懂 心虚的别过头 李瑞颖问起 摄文琪和雪珀的关系 摄文琪也是听雪珀说的 指她五百年前 是父王最疼爱的老妖 因为贪玩外出 被吸走惊远而死 九尾胡祖五百年来 都在找寻凶手 结果那天洪婿自己讲出来 气得雪珀在妖界发布了追忌令 现在妖界跟冥界都在找她 看她能躲多久 李瑞颖感叹了 这洪婿杀死了那么多人 造下那么多罪孽 还这么嚣张 如果换作是她 早就忍悔了吃灾念经呢 雪文琪反应过度的佩佩 要李瑞颖别乱讲话 李瑞颖不以为意 只自己说说而已 怎么可能会变成杀人魔 但雪文琪的脸色始终不太好 李瑞颖拿起饼干要吃时 发现了大山出现在桌子前 愉悦的问大山去哪里了 有几日没见到她 大山哲视嘻嘻鼻子 说李瑞烤的饼干真香 他能吃一块吗 这吻起把一块饼干放在桌边 大山一吻 饼干的颜色马上黯淡了下来 李瑞心起了拿大山吃过的饼干看 饼干却变得坚毅且无香味 雪文琪说鬼吃东西是用文的 食物被鬼吃过就不好吃了 李瑞明白的放下饼干 又拿新的饼干放在同样的位置 大山一样的品尝饼干 说老大不再帮你 他得管你帮你大小事物 一时忙碌就没有上来 一上来就吃到好吃的饼干 李瑞颖笑笑说大山喜欢吃 他以后都会做给他吃的 食文请问大山 彼岸花不是长在黄泉路边 他们能自己修炼成腰吗 大山回怎么可能 要是能成腰 明界就没有彼岸花 然后解释彼岸花 是花开不见夜 夜深不见花 花叶两不相间 有无情无义的意思 食物体说这还真准啊 前天见到那个彼岸花腰 经常就狠狠毒 大山诧疑 这里出现彼岸花 李瑞颖肯定的答复 他也看到了 于是大山沉默了一会儿 喃喃的自愚 该不会是他吧 食文奇好奇地问 是谁 大山先问 这里应该只有他们三个人吧 食文奇跟李瑞默契十足的答事 其实心里不太确定 因为鱼岗的那一位正舒适的躺在里面 不过他不管闲事 所以无所谓 秦宇儿那两人 也不知道飞哪去了 应该是不在吧 第二十章 大山才说 明界有个传闻 五百年前 明王飞跟彼岸花腰 要逃到阳间 结果半路被明王发现 明王一气之下 永亲离界杀了两人 那亲离界 是用上古神石打造而成 能上涨神灵 下坎魔物 三界之内 没有人不惧怕亲离界 唉 亲眼看着自己的老婆 在眼前消散不见 那场面真是不堪入木啊 明王也是从那时 就变得不尽人情 心狠手辣 斯文奇惊叉自己听到天大的八卦 怪不得雪破不跟他说 原来这明王大人 曾经被老婆戴绿帽 他跟红旭的仇 就是这个吧 李瑞颖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明王大人 他认为明王大人 也是可怜的人 被自己信任的人伤害 那种痛 他了解 最可恶的 还是他的老婆跟花妖 施文奇义起什么 小跑步的去拿纸跟笔 接着快速的回到位置上 开始了画圈写字 片刻后喊 他终于明白了 并把纸放在李瑞颖的面前解释 雪破说红旭 是吸食女人的灵力 才变成人的样子 而这个女人 该不会就是明王妃 如果是这样 他大胆的推测 应该是明王大人太忙了 冷落明王妃 明王妃不甘寂寞 来到黄泉路看花 恰巧看到一朵顺眼的彼岸花 便想让花 能时时刻刻伴随左右 所以把自己的一些灵力 给了彼岸花 却没想到彼岸花变成一个男人 而且还是个花铁蜜嘴的男人 所以明王妃很快的沦陷 花妖的柔情里 不想待在明王的身边 就和花妖私奔到阳间 过他二人的世界 殊不知 明王大人赶过来阻止他们 然后悲剧就发生了 大三提问 怎么知道花妖是花甜蜜嘴的人 施文琪说大三傻啊 嘴巴甜的人才能骗走别人的老婆 大三和李瑞颖才清楚了点头 施文琪又讲她的观点如何如何 在楼上的雪珀跟清玄 站在原地不坑一声 雪珀的脸色十分难看 指她真妹妹 前世不好好修行 就爱看戏本胡思乱想 到了这世 还是没有改变 一样口无争拦 并对清玄道歉 清玄平静的回 她说的 确实是事实 何来的歉意 又问雪珀 会怪她隐瞒琥珀转世的事吗 雪珀说不怪 知道她做事稳重 会选择隐瞒 一定有她的苦衷 而且她看到琥珀后 也明白了她的用意 她现在只想待在琥珀的身边 保护她 清玄感谢雪珀不责怪 雪珀安慰了清玄 过去是就过去吧 不值得的人 何必留恋 清玄回她没有留恋 她现在只想杀死红旭 让三界恢复一片祥和 雪珀不太相信 手底着清玄的心口 觉得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清玄拨开雪珀的手 说没有 又摆上冷冰冰的脸 雪珀叹口气 真心的希望 她能恢复以往的神采 无论是否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走 她雪珀 定会以命相护 清玄或许觉得自己太严肃了 微笑的打雪珀一下 雪珀假装疼痛 要清选摸摸 清选嫌恶心的推开雪珀 两人清逆玩乐着 就像写一样了 就像写一样的路走 就像写一样的路走 要让你二一样的路走 这就像写一样的路走